好大家這題在說什麼呢 這個空方是細胞壁 本來呢細胞膜跟細胞壁連得很緊 這是這個植物細胞 現在呢把它放在高張溶液當中 這個細胞膜就向內萎縮了 細胞膜移到這裡來了 從這邊移過來 這個形象叫原生脂粉離 或簡稱脂離現象 OK 好他問的是 那當我的細胞膜萎縮下來之後 編號餅的這個空間 你看到什麼 當然是蔗糖溶液啊 我寫下哦 蔗糖溶液 為什麼呢 你知道溶液是不是寫AQ 蔗糖溶液 因為我們知道說 外面這一層叫做細胞壁 細胞壁叫全透性 所以外面的蔗糖溶液 可以流進來的 外面的障藝可以流進來的 所以當你的細胞萎縮了 外面的蔗糖溶液 自然就流進來啦 所以我現在畫了斜性的地方 全都是蔗糖溶液 如果這層不是蔗糖溶液 那不然是什麼 真空嗎 不可能真空啊 也不會有空氣啊 因為細胞在溶液裡面 哪來的空氣啊 所以當你細胞萎縮了 這些空間 當然是由外面的蔗糖溶液 直接進來 取代這邊的空間 所以這個位置 B就是蔗糖水 就是蔗糖溶液 好 以上是第六題 單選